早晚十分垃圾車緩緩使進巷子 看似日常的倒垃圾光景 只是一橋後方卻有人 騎著機車跟著發口罩 原來是桃園龜山區隆壽里里長與其夫人 騎著電動車沿街發送口罩給李明 我想說利用垃圾車來收集垃圾的時間 然後去發這個口罩 可能會達到比較似半功倍的一個效果 我發給我們的李明到那時候 每個人都要戴口罩 隊員他們出來也是有戴口罩 就是我們這樣子會把一個距離 至少會把染疫的風險降到最低 由於龍壽里部分地區距離商家較遠 里長擔心疫情期間 部分弱勢民眾採買防疫物資不變 因而購買口罩並分裝成美包五片 再跟隨垃圾車發送口罩給李明 希望幫助大家維護彼此健康 我會想到發口罩的活動是因為 我想我們的李明可能去超市 或者去大賣 或者去買口罩的情形 可能比較有些比較麻煩 要去健保卡登記 送給比較弱勢的鄉親 給出來有請倒垃圾的鄉親 我會勸討他們一定要戴口罩 共同維護他們本身的健康跟家人 跟健康還有親戚鄰居的健康 先前龜山清潔隊員有傳出確診 里長也借機宣導民眾 到垃圾時要戴好口罩 希望一同做好防疫 保護自己也保護別人 記者劉宇婷桃園報導 記者劉宇婷